从前从前在战国时期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名叫商鞅 商鞅是个优秀的政治家 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当时秦国的秦孝公招揽天下的人才 商鞅知道消息后就马上到了秦国 也顺利被秦孝公重用 被重用的商鞅立刻进行改革 历史上称为商鞅变法 在商鞅改革的法律中有一条连作法 就是指如果某个人犯罪 其他知情的人如果没有举报 或甚至是包庇这个罪犯的话 就要和这个罪犯一起遭受处罚 后来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是商鞅也得罪了许多人 后来秦孝公病逝后 商鞅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 因此决定逃亡到其他国家 但是一路上因为连作法的关系 竟然没有人敢收留商鞅 商鞅也因自己改革的法律而被逮捕 最后没有逃亡成功 后来我们用作法自闭 形容一个人自作自受 而这个就是作法自闭的典故由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